所以那么下面这个夫妻需要去shopping 那么在shopping的时候 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体验呢 那么下面我们就请投赴Gear的 这个William上来介绍 这两对小夫妻在你的店里头 可以有什么样不一样的体验 好吗 我欢迎 谢谢徐老师 我是William 我们公司是TufoGear夫妻元检 我们是一间主力去利用 Azure的平台的积蓄 跟它的RT等等的积蓄 去开发一个零售作业系统 希望可以得到两个目的 第一个是可以给零售的业界 提供一个高效能的系统 第二是我们想利用我们所有的技术 可以去提供一个消费者 不论他在现象现下 贯通全渠道的购物体验 那我们现在会透过一个现象的示范 在我们这个台左手边 等一下电视下面会看到 去让你看一下 透过这些技术的整合 我们怎么样可以去 让这个消费者在实体店里面 可以得到一个不一样的购物体验 那我会先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体验里面会有几个部分 第一个是智能示意体验 就是我们会有一个摸熟智能示意镜子 那里面还有RFID的传景器 第二部分是一个智能付款的体验 就是一个智能收音机 第三个是智能防切系统 那我们会有一个实体店 当然是需要保安系统 然后最后我们也会有一个数据板 可以让大家看到 实时这个店里面发生的状况 那我们现在测到电脑的现场吧 那我们第一回客户会出现 好像是一个外国人 你好 欢迎光临 你好 帅哥 谢谢 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我需要买这个非常非常漂亮的黄色的衣服 好 哪里 是我们现有的客户吗 肯定 我是你们的VIP了 是吗 那请烧一下你的二维码 然后登入我们的智能POS吧 你可以看到在画面上 我们看到他们不同的手机跟POS下面的互动 好 谢谢 Andrew 我现在替你做那个checkout吧 好不好 结账 然后你需要用什么方法去结账呢 先进 谢谢 先进 好 等一下 好 给你 OK 好 找你十块 非常好的服务就是tips给你 哦 谢谢啊 哎 献上你的衣服耶 好 谢谢光临 然后第二位客户又出现了 那这个客户会有什么样的体验呢 哎 您好 欢迎光临 Hello my friend I would like to try to 可以说中文吗 一点点呢 好 好 非常好 我可以稀刹吧 可以 可以 随便 好的 那现在你可以看到这个客户会使用我们的智能4E体现 那他首先在注控屏上面登录 那他就见到自己的VIP的资料都在那个4E镜上面 哎 他好像要看一下有一些东西要问一问店员 现在他在4E镜里面要怎么办呢 你可以见到他在静止呼叫店员 然后店员就会去现在 哎 你好 我收到你的交换 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啊 你好 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 哦 白色的其实穿上你身上非常好看 黄色的也非常好看 不如一起买的好不好 不好了 我需要替你付款吗 如果是买白色的 我用那个手机 可以 有什么可以再叫我 好的 谢谢 那他现在自己在去结账买一件货物 哎 好像他原本应该是有两件衣服在整理 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那他在这个结账的过程 因为我们想消费者可以用自己的手机去输入比较敏感的资料 那所以你可以见到现在他去开始结账的时候是在他手机的APP里边缘成 然后在注控屏下面他会知道现在这个结账的动作在开始进行 然后他会提醒消费者要在手机下面去延成结账 那结账完成了 注控屏下面也通知消费者可以把产品拿走 注意是一件产品 好先生 谢谢光临 先生 你还没有付款 别走 别走 那可以你透过这个示范看到我们利用了这些Azure所提供的平台技术 跟IoT 特别是IoT Edge跟IoT Hub的技术 我们呈现了这个在实体店里边的 透过物联网呈现的购物体验 那大概我们是使用了这些不同部分的技术 那我们想你可以在这里也可以看到我们整个平台提供的不同部分的功能跟现场的显示 所以我们在现在在整个检销厅里边我们有两个不同的部分 在香港部分里边我们有一个智能伪装柜 就是你可以去试不同的伪装产品 然后在这个大中华区里边我们会有这个智能握手镜子 智能收音机还有就是那个智能防歇系统 那中间我们都透过了违远的Azure RT Edge系统 在这个现场安装了这个RT Edge Server 然后再透过RT Hub去作为一个沟通的渠道 那所以利用了违远的物联网技术 加速了我们整个方案的开发时间 还有是帮我们解决了很多开发 跟实际实现在店里边安装的时候的不同的问题 那我希望可以在我们的简销厅里见到你们再跟你们 详细去介绍我们的解决方案 谢谢 好 谢谢威廉 这是非常酷炫的shopping的体验 所以我们看到在前端非常的酷炫 但我们也知道 必定有一个非常不平凡的后端 有一个人跟我说啊 他非常乐意去给别人